诶你不是跟我说你不会出来投票吗 怎么被拍到那天有出来投票嘞 或者是说 诶你不是跟我们保证 这个投开票所会有多少人出来投 怎么谁谁谁都没有看到人呢 或者是更夸张一点的 就会有选民接到关心的电话 说诶我看到你有出现在投开票所 有没有投给我们阵营啊 我们家还有谁谁谁 还没有看到去投票啊 是不是应该要去投票啦 让选民知道 这个特定阵营真的有在算票 我们家有多少人留几票投给他们 他们可能都会知道的哦 大家好我是新政律师 年少了两个月的台中市二选区立委选举 以及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的霸场霸免投票结果 终于在这个星期天 也就是2022年的1月9日 尘埃落点 最后台中二选区的选举结果 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以88752票 打败国民党候选人严宽衡的80912票 由林静怡当选称为台中二选区的新任地位 而在罢免林长佐的罢免投票结果 同意罢免票数为54,813票 不同意罢免票数为43,340票 虽然同意罢免票数多过于不同意罢免票数 然而因为同意票数不足原选区选举人总数4分之1以上 也就是没有超过58756票 所以投票结果仍然否决了罢免林长佐 仍旧保住了立委之务 好 隐私卷们应该都知道 我之前做过好几集影片 表达我对于罢免门槛的看法 所以对于这次的选举以及罢免结果 当然是有一些我自己的意见跟看法 那这些想法我会留在这一集的后半段 再来跟大家分享 在前半段的部分 因为在1月9日投票当天 中二选区也发生了一些状况 导致很多选民之意 诶 这种做法真的可以吗 难道这样不会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愿 还是投票的时候会担心心理七上八下的啊 导致最终投出违反本人意愿的票呢 是不是会有违反选办法的可能性呢 好 我们先来看看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全台湾只有中二选区会发生这种故事 我自己是台中人 我哪都不行啊 校园内加起摄影机 富人对着投开票所方向拍摄 走进投票的你我他 似乎一个都没露 全被拍得清清楚楚 我说数人头啊 为什么数人啊 要看有多几位投票啊 等一下我唱票的时候 我才会知道有多少人啊 虽然拍摄地点是在距离投开票所的30公尺外 但一算摄影机有两台 我是人民 我有监票的权利 而且我是在你们规定30公尺以外 就令远景抵达现场好言相劝还是理直气壮 自认站得住脚 你现在都还在那个露营当中 大家都请对你的这个行为已经有意见了 因为你如果说正正当张的人 他干嘛对着镜头他会害怕吗 露营明代接获通报纷纷赶赴现场 他们就是在露营在属人头 那这样子算是一种监控的行为 也让我们的选民心生恐惧 因为他会害怕 我强动 因为到底是人会把他做记号还是不 30公尺的内或外都不能够做监控的动作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警方人员 我们跟他通报之后 他们只能用劝离的 他们没有离开也没有办法 好 如果是正正当当的人 为什么对着镜头会害怕呢 同理可证 如果是正正当当的人 为什么被24小时监控也会感到害怕呢 嗯 这种说法我想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啦 但是民众心理上能不能接受是一回事啦 会不会构成违反选拔法的程度 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是一定要到达已经违反选拔法的地步 法律才能够介入禁止他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种架设摄影机监视投票的行为 真的可以吗 这次呢中央选区投票时发生了乱象 除了康刚新闻中出现 有人架设摄影机对着投开票所监视民众投票行为以外 还被抓到有人是以非常专业的狗仔的手法 在咖啡杯中装摄影藏式摄影机 用来监视当地民众的投票状况 但是呢 这些人被发现后都变成说 他们是在距离投开票所30公尺以外做这些行为的啊 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啊 所以他们是在行使公民的权利 你不能够妨碍他们行使权利哦 而这样子的说法 好像一时之间你也没有办法去反驳 但是呢 法律上真的是这样子规定的吗 我们来看看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相关规定 在选罢法第65条第三项就有规定哦 除了执行公务以外哦 任何人不能携带行动电话或据摄影功能的器材进入投票所哦 但是已经关闭店员的行动装置不在此限 那同条第四项也规定 任何人不得于投票所以摄影器材刺探选举人 签选选选举票内容哦 所以呢 民众不能够携带摄影器材 或者是据摄影功能的手机进入投开票所内 这个我想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常识了啦 所以这些人他没有把摄影器材带进投开票所 而是在距离投开票所30公尺以外来拍摄监视 那为什么会有30公尺的规定呢 这也是因为选罢法第108条第二项是这样子规定的 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内 宣扰或干扰劝诱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经警卫人员制止后人继续为之者 除一年以下有企图刑拘役或科薪台币15000元以下罚金 也就是说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内 不能够有任何方案影响他人投票或者是不投票的行为 但是呢超过30公尺的地方就没有这样子的限制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这些拿着摄影器材的人既没有把摄影器材拿进去投开票所 也没有在投开票所四周30公尺有妨害投票的行为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子的行为确实是无法可观的 但是 BUT 这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啦 如果我们再去深究 这些人要做出这些行为的背后原因 那就没有那么简单喔 因为我们去想嘛 这些人拍摄民众投票一定是有特定目的的啊 他拍摄的对象不太可能是一般的普罗大众 因为那些本来就没有在怕会自由行使投票意志的人 无论他们有没有被拍到 其实都不太会真的影响到他们的投票意愿 所以呢 他所拍摄的对象一定是因为被拍到的可能就会有什么把柄或者是弱点被这些人抓在手上 所以呢 这个特定的人就会心生畏惧 因而去影响到他的投票意向 这个时候这种拍摄啊 监视的行为才会有意义嘛 所以表面上是拍摄监视行为 但是实际上可能是他们打算利用所拍到的影像 胁迫别人 欸你不是跟我说你不会出来投票吗 怎么被拍到那天有出来投票咧 或者是说 欸你不是跟我们保证这个投开票所会有多少人出来通 怎么谁谁谁都没有看到人呢 或者是更夸张一点的 就会有选民接到关心的电话 说欸我看到你有出现在投开票所 有没有投给我们阵营啊 我们家还有谁谁还没有看到去投票啊 是不是应该要去投票啦 让选民知道这个特定阵营真的有在算票 我们家有多少人留几票投给他们 他们可能都会知道的哦 被拍到的人 或者是没有被拍到的特定人 可能就会遭受到特定阵营的秋后算账或者是相关压力 因此才会去影响到他的投票意向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构成刑法第142条哦 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的方法 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或其他投票权哦 那最高呢是可以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且未遂犯也会遭受处罚的妨害投票罪哦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这种妨害投票的监视行为 法律上是只能针对有特定阵营利用这些影像 来胁迫民众的部分来进行处罚 那对于前端的拍摄行为 目前还是无法可管的哦 所以还是有赖于选民对自己遭受胁迫 被迫影响投票意愿的部分 提出相关的证据 否则检察官也没有办法 关靠有人在拍摄监视民众投票 就直接推论出某特定阵营有凡害投票的行为 进而予以起诉 所以呢要制止这种行为 真的还是有赖于选民的觉醒啦 无论是勇于提出相关证据 协助检方进行调查 或者是无据于这些恶势力 勇敢顺从自己的意志 让监视投票的阵营发现 选民已经不怕你了 这种情况还有慢慢一步一步改善的可能 至于有网友提到 这种拍摄监视的行为 是否会侵害隐私权的部分 答案是 确实是有侵害隐私权的可能 但是实际上效用可能不大哦 不过关于时间的关系 我会在脸书粉丝业及IG上面 详细讲解背后的原因 以及将大家遇到隐私权被侵害时 应该要如何保障自己权益的方式 所以请大家务必追踪我的IG 或者是到脸书粉丝页上面按赞看答案啰 好那这次中二选区的补选结果 国民党的言宽恒输了 而这场补选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初国民党罢免原本中二选区的立委 陈伯伟而来的嘛 那在台北的中正万华区的罢免林长佐的罢免案中 也因为同一票没有超过门槛 因此罢免也是没有通过 也就是说 当初国民党力推的这两个罢免案 最后的结果都没有站在国民党这边 所以是不是代表未来这种包覆性罢免 恶意罢免的状况会减少甚至消失了呢 我们有办法这么乐观吗 关于我对于罢免门槛的相关看法 是在之前的影片中都已经有很详细的说明了 那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其实呢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 虽然倡议降低罢免门槛 或者是降低共同门槛的一方 通常都是对于政治怀抱着非常非常崇高理想的人 并且希望可以借由降低门槛来如实的反应民意 但是根据罢免以及公投制度 在许多国家实际执行的结果 却反而会出现一种现象哦 也就是积极利用降低门槛来进行恶意操作的人 通常竟然都是比较保守的一方 也就是一开始反对降低门槛的一方 造成原本崇高的理想 没有办法达成整个政治生态却变得混乱不堪 那这种情况正好在台湾有最完美的体现 像是这几波因为选举选输了 所以就阵营开始操作的报复性罢免 或者是在2018年公投的时候出现了10个公投案 整个乱糟糟的连题目都看不懂 还投票到半夜 最后反而是保守势力全面胜利的状况 这个不就是很多人最担心的 利用民主来反民主 或深深在我们眼前上演吗 而这种情况短期内 会因为上次公投以及这次选举失利就此打住吗 老实说啦我是蛮悲观的 因为其实1月9日的两场投票结果 双方差距都不大 所以事实上确实还是有蛮多操作空间的啊 那如果说有阵营算一算之后觉得 诶还是有被水一战的可行性啊 你会期待他们没有继续利用这个制度 来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吗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期待啦 或者是有些阵营背后的目的或者背后的势力 根本就不在于到底要选赢还是选输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乱 动不动就给你罢免 动不动就是又要公投了 搞得民众觉得台湾的政治怎么这样子乱七八糟 进而对政治产生冷感 甚至质疑民主制度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个时候不就达成他们的目的了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认为未来无论是公投或者是罢免制度 一定还是会被有心人士继续拿出来操作 台湾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像中二选区一样啦 三个月内选三次选举的状况一定还会再次上演 所以公投以及罢免制度 我还是认为有全面检讨的必要 那这毕竟是我自己的看法啦 我也想知道你们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的法律知识别忘了订阅 盈真律师的YouTube频道 也就是做我的IG和脸处粉丝按赞 记得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官方LINE帐号了 我是盈真律师 我们下期见 拜拜